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引出人的最好 有一个慈善公益的社团法人 叫做中华人青社区关怀协会 他在台北市的士林北投 都设立了课后陪赌班 长期以来帮助了许多 弱势家庭的孩子 这些孩子来到陪赌班 不只是读书写功课而已 志工老师还会关心 他们的生活家庭 陪伴他们生命成长 当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有一个孩子 刚来陪赌班的时候 才国小一年级 因为不适应环境 常常一直哭 上课进度跟不上 功课也不会写 他就不再想来陪赌班了 但是志工老师持续地陪伴 并且不放弃 持续努力和家长沟通 慢慢地引发了他的学习兴趣 这个孩子一年级上学期结束后 竟然领到了进步奖 到了二年级 不但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作业也越写越好 考试也常常考到了90分100分 还有另一个孩子 写作业的时候 尝试一般孩子的三倍时间 似乎这个孩子有一些学习的障碍 所以陪伴他需要有很大的耐心 加上家庭的失衡 他在品格上也需要有人引导 有时候他会将同学的玩具 就收到自己的包包里 或者是在他书包里出现的 不是妈妈买给他的文具 资工老师就要一次又一次 机会教育 让他明白其中的差别 改正他的偏差行为 后来这个孩子 不但懂得分享付出 课业也有明显的进步 从本来毫无自信 讲话口齿不清 转变成为一个常常开怀大笑 又贴心的孩子 亲爱的朋友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 独一无二的创造 都是上帝的精心杰作 只是有一些人 需要有人为他点燃些许的盼望 需要有人对他说 你做得到 你可以的 他就能够成为 上帝创造他的 那个精彩的样式 其实我每一个人 都需要被鼓励 圣经上有句话说 所以你们该彼此 劝慰互相建立 劝慰的意思就是鼓励 是指我们都应该 对人有信心 鼓励他们 建立他们 帮助他们完成梦想 挖掘他们的长处 找出他们的优点 甚至是指出 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优点 可能你说的一句鼓励的话 就能够让他们有信心垮出 把他们身上的美好印出来 就像人青协会 课后辅导班的那些 志工老师一样 因为他们相信 每一个孩子的潜能 所以看中的 不只是成绩分数 更是孩子的生命品格 亲爱的朋友 对大多数的来说 如果没有人 对他们表达鼓励 或是激发他们的信心 他们就很难 发挥自己的潜能 今天 就让我们试着 去付出行动 去鼓励身边的人 激发他们的信心 引出人的最好吧 一句话说的合宜 就如金苹果 在银网子里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 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 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